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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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妹妹 妹妹若是要走 就带姐姐一起走吧 是姐姐带你来的 让你受委屈了 锦妹妹 受了什么委屈 尽管跟我说 好 既然姐夫这么说 那我直说了 那芸娘可是你表妹啊 是我表妹 可是你妾室 芸娘正是我妾室 芸娘 你既得罪了锦妹妹 还不快赔礼道歉 将军夫人 都是小女子不自量力 得罪了你 若要怪罪 就怪罪小女子一人吧 跟有了侯府 没有任何关系 芸娘肚内尚有孩子 既然她已经赔礼道歉了 将军夫人 还是让她起来吧 是啊 芸娘 赶紧起来 别伤了孩子 来 姐夫 我有一事想问 请问 我怎么好像记得 只有公以上的爵位 身边才能立策室啊 锦妹妹 此事是我之作 我家姑娘可是贵妾 自然与一般妾室不同 你胡说什么呢 夫人莫要生气 这可是世子爷亲口说的 这些小丫头这么嚣张啊 那主子可不是更不得了 夫人在此 胡说什么 给我长嘴 别 姨母 她可是从小跟我长大 我母亲亲自挑选的丫鬟 您就饶了她这一命吧 求求您了 这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 如此卑微的身份 哪里担当得起 我只愿 能留在表哥身边就好 哪怕做个丫头也愿意 求夫人了 姐妹妹 是姐夫不好 改日我专门设宴 请三妹夫和你持久赔罪 这云娘还有身孕 今儿就算了吧 姐夫 赔罪就算了 只是 这云娘不懂规矩 若生下来的孩子让她教 成何体统啊 将军夫人请放心 云娘定会好好管教孩子的 对对对 将军夫人放心 这孩子 我定会好好教养 夫人年事已高 怕体力不支 再说这礼数啊 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 我们瑞王府啊 从小跟着宫里人学规矩 叔姐姐呢 又是我们姐妹中 最直说达理的 这孩子交给叔姐姐服药 最为合适 锦妹妹 我虽然想要孩子 可毕竟生母在此 我岂敢啊 姝儿最是孝顺 我想着 她当初也是因为一时没注意 而落了胎 难免会觉得空虚又思念孩子 也是想着 等云娘的孩子生下 就抱到姝儿身边去养 落胎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通知我们瑞王府啊 这好歹也是我们瑞王府的嫡孙啊 究竟是为何啊 夫人 这可是世子的第一个孩子 自然是要放在夫人的身边抚养的 既然云娘同意 将军夫人就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照顾云娘生产的 夫人 这云娘啊 长期待在府里 丽侧妃之事呢 又难以生长 可她毕竟是您的亲戚啊 这孩子也是长姐夫的亲生骨肉 不如生产之后给她一笔钱 让她嫁回家乡 算了 表哥 我也是你的人啊 怎么能嫁于他人 锦妹妹说得有道理 可 云娘毕竟怀有我的骨肉 我 张姐夫 你可以不管你自己的仕途 但是不可以不管我们瑞王府的名声啊 若是我家楚兄明也受自尖连 我可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将军夫人说得对 就按你说的做 我知道这事 夫人跟长姐夫都很为难 不过放心吧 这事啊 就交给姝姐姐办了 我有些累了 我先回去了 我送送你 没事 好 锦妹妹 今日若不是有你 今后的日子 我真不知该怎么过 叔姐姐别客气啊 你当初在府里处处照顾我 这点小事做不了什么的 不过今日之事呢 云娘那丫头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果她再生事 你随时找我 其实这孩子 我并不是一定要要的 只怕今日一闹 云娘 她是不愿给我的 这孩子一出生 便是永乐侯世子的长子 那永乐侯夫人和长姐夫 叛子心切 必定会让这云娘安心保胎 如若让这身心恶毒的云娘 抚养孩子 孩子长大之后 必定会长成坏人 不如啊 跟着姐姐 姐姐好生服呀 你这么一说 也是有理 不过妹妹 姐姐之前提醒你的是 这子嗣 你也该考虑考虑了 今日见你们家之事 我也感慨万千 姐姐的叮嘱 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夫君 锦儿 这个啊 是锦儿特意为你熬的补汤 赶快喝掉 夫君辛苦了 我不辛苦 反而是锦儿 这几日未开布庄 劳累了 我这几日在忙些别的事情 不能帮忙 望锦儿不要生气 锦儿哪敢生夫君的气啊 我本应该在家侍奉夫君 全员忙着布庄的事情 疏忽了夫君 是夫君啊 不要生锦儿的气才是 我疼爱锦儿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生锦儿的气呢 夫君 锦儿有一事想要问夫君 是不是部庄生意有何烦恼 锦儿尽管问 夫君尽力帮忙 部庄的生意啊 最由锦儿打理 夫君不必担心 只是 夫君跟我成婚 也有段日子了 我们每日这么朝夕相处 夫君可有厌倦 这是什么话 我每日看锦儿还看不够呢 恨不得每时每刻 都把锦儿带在身边 那 夫君想不想要子嗣啊 能要子嗣当然是好的 不过此事 不是你我想要就可以将求的 你最近开布庄 身体劳累 不如 等布庄步入正轨 再加以身体调税下我们再要 可好 好 podium 一激听夫君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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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折 我 好 好 这贺领是谁送的 这么炒烂有料 肉肉也不知道呀 怎么来人说我自己提醒呢 自我都这么买气 来 姑娘 您往这边请 您看一看 对对对 这些花 说那块布料我知道 您在这儿 有个小条街 就只有我们家有 对对 你看看 您往这边 姑娘 这布料虽然是有点贵 这边 一定会有点喜欢的 您一条 您 您 我给您办 哎呦 两位真是有眼光啊 这布料 从纹路到颜色 都是当下最流行的 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你看看 你看 别走啊 小姐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家企团的 我家企团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随意跳随意选 大家就进来看看 进去看 你真是廖师父神啊 他选择跟我们同一天开业 还就是家布庄 我去看看 帮我也去 这边还有几个颜色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您多看看 我们在这一会儿 您再看看 两位有中医的吗 小姐 这儿的布料跟我们家的也差不多呀 怎么他们的生意就有此之后 您觉得怎么样 这儿吧 不是的 其实是产的 二位夫人 今日天气炎热 不如我们坐下来喝杯茶几间渴 好 请 走 小姐 这个照得还不错呀 来来来 回去 我也给客人泡茶 客人一定买进去 这个是刚从江南运来的上等布料 客官您摸不开 这个触看 多顺滑 摸着真不错啊 这上面的刺绣 也是当下最流行的 许多京城的官员 大家都喜欢用此等布料来制衣裳 是吗 价格也是绝对公道的 这笔布料多少钱啊 姑娘 这笔布卖五十钱 我看听 那那体呢 行 姑娘 您真是好眼光 姑娘您看 这上面的刺绣 皆是由手工针丝 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所以说啊 价格就略高了一些 八十钱 这布料在别的布装 可要卖一百钱啊 为何你家如此便宜 这质量可真 我们布装所有布料 均是真材实料 走的就是薄利多小 要不然您带一批走 您可是掌柜的 小的不敢 小的只是店里干活的 我们掌柜的不在店中 您带一批回去 我们再转转啊 好 成 成 您多转转 多转转 多看看 咱们上车比一下 这怎么回事 没事来喝茶都成啊 这家的布料绸缎 几乎我们从同一处进口 这刨具成本 车马运费 价格还比我们低两成 这利润从何好转啊 那不如我们也降低定价 这开张啊 已经是最低定价了 再降价 利润全无 那这么说 我们是抢不过这家布庄了 算了 锦衍 你叫我 果然是你 看着背影就笑 怎么 当真不认得我了 我们见过吗 你是南街锦衍 我是北街南歌 当年我们可是街头两霸 为了抢夺地盘 可打了不舍价啊 吴若男 你怎么是个女的呀 你是肉肉 这几年不见 我长成了大姑娘 去哪儿了你 我们说好一起对付 长生街那群人 你突然就消失了 你跟肉肉当时找了你好久啊 我们还以为你遇上不测了呢 当年啊 我在街头过得实在穷苦 遇上彪就有趟送彪 我就刚好去押彪了 这一路啊 真的是天南海北的走遍 倒是你 这一身的衣裳 穿的可是脚的啊 我们家小姐啊 现在可是 永宁国将军夫人 将军夫人 行啊 这可真了不得啊 你也来此店铺买布吗 可有看重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 可爱 这对面这个锦儿布装呢 是我今日新开张的 那你说巧不巧 这家店今天也新开张 但生意啊 全被她抢走了 所以我就是过来探探路 咱们干嘛站着聊呀 找一点坐坐呀 对啊 好久不见 不如你快去把素素爷叫过来 好 那是 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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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我若男自以为 在女子当中是无人能敌 迟到遇到你 她可是我见过 比汉子还猛的女子 你记不记得 当年你独自一人 来南极抢我的地盘 她 她嚣张地说要单挑我们三个人 是的 却都被我的眉睦揍了一段 我记得 不过当年若男姐姐是个光头 我还以为她是个男的 什么呀 这和我印象当中可不同啊 明明是我一打三 把你们都打倒在地 尤其是肉肉 被我压在地上打 不是不是 当年可不是这样 当年是肉肉打你好多拳呢 而且 我怎么能让我们家肉肉爱打 就是 当年之事 真是恍若隔世 这想起来 我们是不是有四五年 没见着若男了 是啊 嗯 当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实书巧合 今日呢 我们还能重逢在这儿 这就是缘分 嗯 为了这个缘分 来 干一杯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若男 如今啊 你景爷我 可是将军夫人了 再也不是那个 当年街头被欺负的小喽喽了 有什么事儿 尽管开口 我能帮的必定帮你 景爷 久别重逢 我们大家活着便是好事 以后呀 不会再有难事 只有数不尽的好事 以后不会再有难事儿 只有好事儿 嗯 就冲这句话 我们干一杯 来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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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我今天真是心情好呀 若男 是让我不装 挑一些好布料 我让我府里的财富呢 给你做几身好衣裳 不必讲究这些 我行走江湖 穿这身衣裳足够了 不是 我那个布装啊 没开多久 一匹布都还没卖出去呢 你啊 就当给我冲冲洗了 行 冲洗可以 不过这布料钱呢 我得自己出 可不能让你吃了亏 行 所以你 走 走 那你俩去啊 好 来 真想不到啊 当年 那个跟我们打架的 是个女子啊 真怀念我们那个时候 来 来 若男 这里面的布料 随你挑 随你选 你看中哪个 我去送你哪个 你刚才说 去了对门布装 如何 对面那家布装 布料卖得和我家一样 价格却低我两成 生意全被他们抢光 那你不如也降价两成 这布料本来就高档 若是再降价 我就没法赚钱了 所以我就怀疑 这对面布装定有欺调 肯定是耍了什么手段 夫人 修衍大人 可有何事 我如今任监事已职 听闻皇宫要采购一批布料 但要通过招标报价 故先来通知夫人 皇宫采购布料 有何招标要求啊 主要看三项 价钱 质地 数量 如三方皆可满足 便能成功招标 此事我倒是颇感兴趣啊 这论质地啊 我绝对不输任何价 不过 库存嘛 确实是需要存江南 掉些货会啊 就是价格吧 对面那家卖太低了 我肯定比不过的 夫人 此禁彪之事 我需通知美家布庄 待会便要去对面家布庄 通知掌柜 不如我跟你一起去 你会会那个掌柜 若南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啊 你们不用去了 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你知道了 我便是对门 若南不装掌柜 若南 若南 锦衍 改日我再来 好 等一下 大人还有何事吗 屋内有上好的茶叶 不如大人进屋坐会儿 好 请 这 这吴若南明明是对面 若南布庄的掌柜的 可他居然不告诉我 还要套我的话 什么意思嘛 那我当傻子了 我可喜欢这个颜色了 是啊 但我家可真便宜啊 喝茶 好 多谢 大人 关于招标之事 你有何话要交代 不知娘子全名 吴若南 叫吴若南便可 大人为何如此表情啊 没事 本官有几个问题要问 大人请 务虚年节 你大概十岁有余 可曾去过边赛的丛林之中 十岁 你说 没错 没错 那一年我跟随师父前去鸭镖 真的是你 临街山路起去 你遇到一个小弟 险些掉落山崖 好像 好像有这么个事 当时你拔刀相助 就是用这个吊坠的马鞭 你绑住了小弟 就抬一条性命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要不是我及时相救 你恐怕早就跌落悬崖了 谢谢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江湖儿女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兄弟少爷 应该是你的家人招来了吧 快给你的家人回去吧 以后一个人要多加小心 别逗出来怕 你要去哪儿 江湖儿女 当然是行走江湖 我乃标局最年轻的标师 前途无量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随缘 来 从你救下我的那颗起 多少年来 我就一心想找到你 对你说声谢谢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我救的小弟不计其数 从小时候见你那颗起 我就心有所属了 我 我男哥一江湖儿女 志在千里 无心想亲爱之事 大人请回吧 那我改日再来看你 这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巧合之事 我这前几日 不是在准备开张事宜吗 就看到对面商铺也在制吧 你猜 卖的是什么 难不成是布庄 就是嘛 而且他所卖布匹啊 跟我所进布匹几乎相同 这价格呢 竟然比我低两成 更巧合的是 这个店铺掌柜 竟然是我以前 混迹街头的朋友 他价钱卖得低 你调价便是了 我这本来就是小本生意 开张就是打算薄利多销 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 要是再低 我这成本都收不回来了 看锦儿如此担心 要不要夫君给你想想法葬 倒是有一事啊 夫君真的可以帮忙 尽管说 今日啊 修园也来了 他提及呢 皇宫要通过招标报价 采购一批布料 但这价格上 我是无法押过对方 在数量上呢 我也没有办法 在短期内积得一大笔资金 去竟获如此大的一批布料 锦儿若是担心银子的问题 我帮你解决 银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夫君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把这采买包给锦儿来做 此事 此事 夫君怕是做不到 其一 朝中采购之事 我不能设计 我亦不能出面 朝中这类事 还是要少接触 以免洛人口舌 这齐二 修园 身为奸士 但循私舞弊 这不是我的作风 这话呢 锦儿听着虽然有些不舒服 但夫君说的 确实是有道理 为父不太会说话 锦儿莫要生气啊 锦儿怎么会生气啊 我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 争取这招标采买之事 我应该用自己的诚意 拿到这单 那锦儿 以后若是有什么苦衷 可要记得向夫君吐诉 那不是当然吗 我不找你诉说 找谁诉说啊 这话都说完了 还不让我好好看看你 好让我慰藉一下我今日的思念之苦 我们的价格啊 除非压低两成 这才刚刚和对面的弱男布庄持平 但如此一来 这利润就微乎其微了 要是想再拿货 就得拿府里的银两来垫付 再加上房租等花费 那这样下去 我们布庄 岂不是一个月就没了 除非拿下宫中才买这笔大单 看来 我还得有求有我们家修远 那小姐 我先出去招点招点客人啊 小姐 那是修远大人吗 这个 这个 是的 近日 江南筹都卖得甚好 库存所剩无几 明让诚哥 紧快带人再去鸭镖进一批货 等嘞 那我这就去办 等会儿 修远大人这是在看什么呢 那难不成 这若南姐姐也想竞争宫中 才买 这鸭镖路途久远 一去一回至少得两个月 如果我们拿下宫中才买 孔一下子也无法交货 这不是还没拿下宫中才买吗 岂能等到宫中才买定了再去进货 这样既耽误了日子 中间也会有些波折 这样 你让诚哥此次一次性 将货全部运回来 那 银亮怎么办 咱赚的钱已经分完了呀 我还尚存些银亮 此次全部押入 应该足够 你去办吧 行 那我走了 大人可是来买布 若南娘子 这送你 我这布庄来来往往人诸多 大人既是监事 恐常来会被人误会 我若南布庄 有一讨好大人 娘子的意思是 关于招标之事 我亦有事想问大人 不如明日约察馆私聊如何 那就按娘子的意思做 我先告辞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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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礼物请收回 你拿着吧 我真的不能收 这 若南姐姐 竟然还给修远大人送礼 修远大人还收了 她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这修远啊 明知道我和对门 是商业上的死对头 居然还敢单独见面 若是她敢偏她对方 我定好好收拾她 若若 去吧修远 给我请过来 这就请 修远啊 嗯 这次请你来呢 是想问清楚 投标之事 嫂嫂请说 既然 你通知了全城布庄 宫中采买之事 那你应该知晓 哪家的投标可能性最大 可否告知于我呀 这几日我确实寻遍了所有布庄 倒是有几家合适 不过论质地和价格来说 嫂嫂家的物美价廉 图标可能性很大 还有哪家呀 嫂嫂家对面的若男部长 她们家出多少钱 这恐怕不能告知具体吧 但也可透露一二 她家出价全程最低 望嫂嫂早做准备 好 秀远啊 我虽是你嫂嫂 但是呢 我不想通过寻思舞弊 让你为难 这若男啊 既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对手 还望你呀 要不偏不倚才行 嫂嫂放心 那是当然 我做事光明磊落 从不包庇 那边好 那边好 走吧 嫂嫂没有别的要问了 问完了 那我有一事想问 说吧 别看了 好几天没人了 说吧 送女子何物为好 布料呀 治一身新衣裳 是个女子都喜欢 你嫂子我就是做布料的呀 不过修远要送给何人呀 送 送一位相识已久的女子 相识已久 楚修明知道这些事吗 我怎么不知道呀 哪家小娘子啊 你说 那 你们不认识 你们不认识 喝口水啊 憋着 竟然还知道害羞呢 改日啊 带她来嫂嫂店里 挑一挑选一选 嫂嫂呢 给她治一身好衣裳 顺便也让嫂嫂看看 是何种女子 这不太方便吧 除了衣裳 还有何物可送 好 腌制水粉吧 女子都喜欢腌制水粉啊 发簪掉坠啊这些也可送 哦 那我知晓了 但是修远不必为难啊 我知道 修远若是去买那些腌制水粉 太不合适了 但是嫂嫂可以帮你买啊 买完之后 修远再去送给那位 心仪的女子怎么样 那是最好 所有花费再拿给嫂嫂 那当然了 好 傅君回来了 夫人 你这开个布庄 怎么又看起腌制水粉之物了 难不成因为生意不好 怎么转寒了 我这些啊 都是给你弟弟修远挑的 她说要送礼 给一位相识已久的女子 我这做嫂嫂的 可不得多费点心啊 相识已久的女子 我怎么不知道 她有个相识已久的女子 这你就不知道了 现在修远啊 可是监视大人 这成日忙碌 认识一些官宦千姬 也是很正常的呀 哪有时间事事都告诉你啊 再说 修远啊 也到了 该认识一些小娘子的年纪了 那也得告知我们 好让我们替她拔把关 都说了长兄如父 果然是不错 对了 静儿 你若是知道修远说的 那个女子是谁 可一定要告诉夫君 知道啦 兄长大人 还有 你成日忙碌 要注意好好休息 我知道夫君疼我 但承诺别人之事 必须得做完 更何况是修远的事情啊 好了夫人 这天色已晚 夫君也累了 我们早就休息吧 明日的事 就交给明日去做 这是命令 听到没有 既然将军大人下此命令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 夫君 嗯 我有一事想要向你请教 何事啊 来 坐下来说 这宫中采买之事啊 我和若男布庄的价格 最有优势 但这眼下呢 有一件棋手的事情 我若拿下此的 也需尽快供货 但是这不匹货源地 离京城路途遥远 这陆路 水路 也需要何费不少的时间呢 锦儿是在想 是否需要提前买货 锦儿确实是这么考虑的 但若采买失败 囤积的布料数额巨多 可难以在一时之间 销售出去 锦儿担心得有理 那除了上门的客人 可还有其他渠道 上次给修远送衣服 倒是提醒了我 这瑞王府啊 一年用布料甚多 这京城中呢 依不少达官贵人 我在想我的布庄啊 是不是可以专门 给他们供货 锦儿 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太过于招摇 你若是这么做 那京城上下所有人 不都知道我将军夫人 在四处卖部了 我又不是让你帮忙 我就是让你提提意见 将军要是觉得 这样做有事颜面的话 那锦儿不做便是 锦儿不要生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锦儿若是真的想做 夫君也不拦着 夫君啊 是锦儿背后 最坚实的后盾 我知道夫君疼我 爱我 是锦儿我的高山 只是 锦儿也想要有一番作为啊 所以才一时心急 提了那些想法 夫君了解 也相信我锦儿 定能撑起将军府的半变天 那你只需要在旁边助攻几个 好 末将得力 不过 这天色已晚 我们是不是也该早些休息了 嗯 嗯 原来是她 还真有缘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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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